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效用这个单元已经有所理解的话就可以了解 所以编辑成本跟编辑效用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概念 编辑成本在定义上面就是 随着我所增加每一个生产的产品的每一单位 所必须增加的总成本 这个就叫做编辑成本 编辑成本还有一个特性就是编辑成本是抵增 编辑成本抵增的概念就是 随着我增加的产品的这个幅度 我总成本的上升的幅度是会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多增加生产一个产品 一个单位的产品的时候 我每增加的这个产品 所必须多付出的成本是慢慢慢慢会抵增的 这个可能有点难理解 我们先用一个图形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纵轴放的就是编辑成本 那横轴放的就是数量 第一个单位的数量跟第二个单位的数量 我所必须花费的编辑成本 你会发现它是慢慢慢慢呈现一个 递增的现象 那可能还是很抽象 我们来看一下用一个例子 让大家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编辑成本递增 我们都知道如果考试成绩 我要从40分增加到41分 事实上不会太难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只要再多念一分钟的书 我大概就可以从40分增加到41分 那我从41分要增加到42分的时候 可能也不太困难 那这里的每增加一个分数 我所必须花费的努力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视为一个成本 好那我们来想想看 我从60分要增加到61分 跟我从90分要增加到91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随着我的分数慢慢慢慢增加 我开始要付出的这个成本会越来越高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经验 我要从90分增加到91分 我所必须花费的努力 要比我从60分增加到61分的时候 要多太多 其实这个就有一个 编辑成本递增的概念在后面 那我们用这张编辑成本 会递增的这张图 我们来搭配考试成绩来看 那这个图形上面的利好曲线 其实就是刻画编辑重等 因为发现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所谓的递增 它一开始其实是一个递减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我的分数其实在70分之前 其实我要从60分增加到70分 或者说我要从50分增加到60分 事实上那个努力 其实它并不一定要呈现 所谓的递增的状态 但是 eventually到达一个分数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还要再继续增加一分 甚至增加两分 我所必须花费的那个努力的程度 就比之前60分之前要高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编辑成本递增 就是说它不见得一开始编辑成本就会递增 但是当我的数量到达一个临界值的时候 那编辑成本递增的这个现象 它一定会发生 好我们谈这么多编辑成本 那或者是说编辑的概念 这边我用一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编辑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家公司 那他已经在北部开了两家门市店 或经销商 那他现在预计还要在展店 还要在两家 还好 那到底是要开在北部呢 还是开在南部呢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选择 所以他请了市调公司到去做了调查 那下面的这个平均销售量就是 北部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所显示的就是北部 如果我只开一家的话呢 我的平均销售量就是100 如果我开两家的话 在北部的话 那就是平均销售量就是92 所以这边的市调公司所调查出来的资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如果我开一家100 开两家平均销售量是92 开三家在北部的话 平均销售量是86 开四家在北部 平均销售量就是82 那如果我开在南部的话呢 那个数字就是大家都一样 平均销售量就是80 好 如果现在你是这家公司的决策者 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应该要把剩下的两家 开在北部还是开在南部 你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 一定想说 开什么玩笑 这当然就是开在北部 还好 因为我们看到的平均 在北部的不敢开拿 开几家的平均销售量 都比南部要来得高 但是 这样子的决策 正确 我们先看一下 我如果把四家都开在北部的话 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 更多的销售量 还好 所以都开在北部的话 82乘上4 所以是328个单位 但是我如果开在南部的话 我已经有两家先开在北部 所以是92乘上2 再加上80乘上2 是344 所以很显然的 剩下的两家 我不应该开在北部 而是应该开在南部 对吧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发现 平均事实上 它是有一些 很吊诡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从边际的角度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就是刚刚给大家的一个数据 平均销售量 那会让大家误导 觉得好像平均高就一定好 那什么叫做边际呢 边际我们说过 就是我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时候 我所必须要多出来的 不管是成本也好 效用也好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北部的边际销售量 从第二间 第二间的边际销售量呢 为什么是84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84就是 我增加一间之后 我的总销售量是184 所以我扣掉原来一家的贡献量 100 所以第二间的贡献量就是84 所以第三间的贡献量就是74 这个就是258 我们直接扣掉184 那第四间的边际的销售量 大概你也可以算得出来 那这里就一个很明显的决策的基准在这里 我们到底要把店展在哪里 北部还是南部 我们看了就不是平均销售量 而你必须要看 第三家店如果我开在北部 事实上它的边际的贡献只有74 但是我开在南部的话是80 所以第三家店我就应该开在南部 那同样的第四家店我应该开在哪里 第四家店如果开在北部的话 它的边际的贡献量是70 但是在南部的话是80 所以我仍然应该开在南部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要考量的并不是平均 而是边际的概念 我们透过了边际的销售量来看到 这家厂商它应该在南部展店 那它到底应不应该展店 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展店的成本 那我们这边放一个假设就是不管我在南部展店 或者在北部展店 我的边际成本是一样 那现在我不应该在北部展店 我应该在南部展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南部的数据 那这张表的上面从平均销售量 总销售量到边际销售量 其实跟刚刚都一样 那唯一多出来的就是一个边际成本 那这个边际成本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边际成本高于我的边际销售量的时候 也就是说第四家店 第四家店你很明显的发现 我的边际销售量 当这里我们谈到的边际销售量 就是它的边际的收益 我们就如果说让它就是 它的每一个销售量能够获益的 就是一个单位的话 所以这里的边际销售量 基本上反映了它的边际的获益 所以我多开一家店 必须多付出的成本 这个叫做边际成本 当我要多开一家店 多付出的成本 是高于我的边际收益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不应该展店 所以如果再继续的探究下去的话 我可以把第三家店开在南部 但是在我现在目前呈现的 这个边际成本的条件之下 我不应该开第四家店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透过边际这个概念 介绍给大家 那厂商应该怎样做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